Hallow 各位股友们 大家晚上好 时间很快 我们已经 2023年的上半年 已经结束了 现在进入这个 7月份 那么市场上 管传有一句话 就是五穷六绝 7番生 好在 今天这个星期一的 这个股票交易是不错 我们马股 今天整体而言是起着上 今天KLCI 综合指数 起了一个19.21 说在1395.89 然后上涨的 这个counter 513个 下跌的有342个 所以今天 马股整体而言是不错 当然 综合指数的上涨 主要是银行股 在那边 拉伸的一个作用 然后今天 手套股股也是有起一些 像Turknerf顶级手套 起了4.3% Hata Lega 起了一个7.9% 当然 手套股其实 基本面而言还是很脆弱 你可以看到 RHB的投行 他们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报告 当然现在手套公司 工厂的这个产能使用率 还是处于这个 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看到 Hata的Turknerf 都把他们的产能 跟他往下调 就是demand 其实是很低迷的 OK 所以今天 手套股的上涨 可能是牢底 就是一些人 会不会 已经是最低的一个价位 进去牢 然后 有股像Amada 今天也起了一个6.4% 那么Amada 当然最近是比较多新闻 包括说 他们在探讨 他们要 可能要进军这个二氧化碳 船运的这个新的业务 然后今天YTL也是起了3.9% 所以YTL真的是令人大跌眼镜 近期是起了蛮多上来 然后 它今天又起了 因为YTL又有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 他们打算大幅度提升 他们派系的这个数目 因为他们是说啦 YTL 当然公司 它的子公司其实是蛮多的 然后有非常多的业务 不同的这个生意 然后他们探讨 可能会释放旗下一些生意的价值 包括说 它的一些生意可能会分测挂牌上市等等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手中可能会有一些现金 它将要把这些现金来分 以股息的方式来回馈它的股东 当然YTL也是因为杨辉那边的生意的起色 最近它的股价其实是起了蛮多上来的 YTL 然后Bosted Plantation Bplant也起了一个7.6% OK 因为之前市场有传闻了 说它的母公司Bosted 可能有意思要卖掉 这个Bplant的一些股份 好 再来讲JFTEC之前来个小小广告 我本身还是有做一个选股服务 就是每个星期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是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那么当然这个选股服务是适合那些 就是你不喜欢收股息 你追求的可能是股价上涨的 一个价差的一个获利的方式 如果你是属于这样的投资者的话 YES 你可以考虑来加入一下 这个选股的服务 因为每个星期出一份报告 如果你要知道进一步的详情 你可以直接来email我 还是来whatset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et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欢迎 按照惯例会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 就是这家公司JF Technology Berhad 就是JF Tech 名字有一个Tech在那边 当然是属于科技股 其实科技股最近也是有一点凶 JF Tech 当然今天马股整体上涨 JF Tech 它也随着大四起了一个两分上来 收在89.5分的价位 那你看回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它的股价只有59.6分 所以对于那些追踪科技股的股友 相信你们都知道了 其实去年10月份还是11月份的时候 全球的科技股是处于一个低迷状态 包括马股里面 在去年10月份 很多科技股周是跌到蛮低的 当然今年像Apple 苹果也是很凶 在今年2023年 这个Apple的股价 已经起了一个49% 股神巴菲特 当然它的公司是买了很多 苹果的股票 所以股神的选股 真的非同一般 当然最近它也买了很多 日本的大公司的股票 将回科技股 就是去年10月份是一个低潮 然后当然像JFTEC 这9个月的时间 它的股价其实起了50% 短短9个月的时间 JFTEC的股价已经上升了50% 这种回酬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3年才会有 它在9个月的时间做到了 那马股的科技股 不止JFTEC 有很多GRAFTEC也好 这个UWC 还有蛮多的科技股 当然这9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也是一个 也是蛮多的一个回酬都不错的 小JFTEC市值MARKET CAP 8.3亿 当然有一点马股的科技股 它们的估值都会比较高 如果你是以PE的角度来看 包括这个JFTEC 当然JFTEC 它赢它会比一些科技股来的更好 因为比方说它的ROE也是有10.21% 它的Net Margin是蛮高的29.47% 然后公司是Net Cash 手上现金7157万 Current Ratio 15.56倍 OK 它的Current Ratio是蛮高的 差不多16倍 然后它过往的这个一个成长力 就是Net Profit的成长也是不错 如果你看回过去10年的一个记录 跟它10年前来比 它的Net Profit其实是起了很多倍 那么它最新业绩是5月23号出炉 就是3r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3年 不过是回调的业绩 就是如果你看QOQ按季来说 它的Net Profit也跌了一个13% 原因它的Revenue 它的收入按季来说 是有跌了一些下来的 那么我觉得AFTEC它本身的业务 它是生产一些电子的部件 包括一些来做Testing 测试用的一些电子产品 那么我们来看YOY 跟它去年按年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其实它的Revenue收入 还是有增加了4% 它去年的季度 收入是1031万 本来到今年是1074万 小小增加一个4%的收入 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产品的segment 叫做Test Interface 测试的界面的产品 那边的收入是有提高一些 然后再加上它在中国 昆商的新的工厂的一个工县进来 所以它的收入就按年提升了一个4% 但是按年来说 它的Net Profit净利也是跌下来的 因为去年它的Net Profit 317万 来到今年是251万 它的Net Profit 如果按年来说的话是跌了更多 为什么会跌下来啊 原因是因为跟去年来比它的Product Mix 它的产品的组合 那些好赚的啦 当然就比例会比较少 OK 就是你的赚幅降低了 那么再加上跟去年比啊 今年就是因为它转移去Main Market的Bot 它转去主板 当然转主板是好的事情啊 能够提升公司的形象 但是你转的话也是有One Off的Expenses 一些一次过的开销 所以就这个原因啦 造成 它的一个Net Profit就一个下降 不管是按年还是按季来说 那么至于Prospect前景 OK 前景而言 我觉得管理层也是 还是蛮乐观的 OK 如果你去看 它的Prospect 然后JFTAT 他们也特别有一个Press Release for这个5月23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报告 自媒体的一个Press Release 就是说 他们觉得说 在他们这个行业半导体啊 科技啊 他们觉得未来前途还是 前景还是有 包括说这个EV啊 电动车的崛起啊 未来一些新的技术 Automation等等 他们AI啊 这些啊 人工智能机器 他们觉得说 这方面啊 他们还是有利可图的了 So他们 当然这种讲法 虽然是有点笼统了 因为 挂牌公司 在他们的前景Prospect那边 怎样你都要说一些比较正面的话 OK 所以我个人感觉是 啊 OK 很乐观 但是啊 讲到有些笼统了 OK 遇到最后啊 还是要以业绩来说话了 So啊 So当然 科技股这个时候能不能够老了 OK 其实你也是要看全球的一个经济前景哈 当然啊 啊我们不能单单看整个sector啦 你要以个别公司的一个这个业绩表现 基本面来看 比方说像 Apple 苹果 当然 他的基本面是很强的 OK 他的啊 产品像iPhone iPad 啊 甚至是他的啊 很多软件service的啊 云端啊 未来啊 应该 Apple也会在AI那边啊 做一些东西 那么啊 当然 苹果 他未来的前景 我会说是很强啊 OK So当然啊 他的股价的上升有他基本面的支持咯 把你回到马股的话啊 OK 个别的一些科技股 特别马股的科技股哈 当然是属于比较小型的那一类啦 如果你跟 啊 美国的那几家 他巨型的科技来比 当然是啊 差很远啦 OK So个别 当然每个人的前景不一样 So 你就不能以单单啊 整个sector来看了哈 也是要看个别股那个前景咯 So 我只能够这样讲 OK So啊 一个简单的帮他分享啊 最后还是要 disclaimer哈 就是啊 买卖致富了 OK 这四个字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 然后最后啊 如果你们看了这个video 如果要觉得啊 对你这个啊 有一个知识上的帮助的话啊 你可以把它like跟share出去啊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啊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啊 打开铃铛 便能够以最快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啊 当然 在最后也是要感谢大家花花视线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拜佳